一个故事一部童话,欢迎来到童话故事会 每次提起西游记,小编第一时间想到的不是齐恋大圣孙悟空 而是王母娘娘的攀陶宴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来到王母娘娘的攀陶宴上走一番吧 农历三月三是王母娘娘的生日 天宁每到这一天就会举行攀陶宴 而今天,玉女和金童正在为攀陶宴做着准备 玉女收伙和夜脱逃 把仙桃放在桌上以后 突然发现了王母娘娘的穷亮玉宴 这可是上好的美酒 玉女忍不住偷偷喝了一点 果然,王母娘娘的酒就是度数高 一点酒下肚,玉女就飘飘一些了 只见她飞到了空中,变换着姿势跳着舞 简直有一股醉油天空的感觉 甚至还把盘子和酒壶都顶在自己的头上 果真是喝醉了 金童看到这一幕赶快过来扶住她 然后去接那高高的盘子和酒壶 然而,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盘子和酒壶全部都在地上打C了 在这个时候,玉皇大帝来了 玉皇大帝看到潘道燕被搞砸 顿时气得火冒三丈 只见她一个法术下来 马上就要打到金童 就在这个时候 玉女终于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她勇敢地站了出来 挡住了那一道法术 而就在这个时候 画面一转 我们可以看到 一个女孩正在勇敢地跟爸爸承认错误 看来刚才的一切都是她最久以后幻想出来的呀 替她挡错的不是金童 而是她的哥哥 看着爸爸欣慰的笑容 小编的性命也十分的宽慰 勇于承认错误才是好孩子 不过小编还是要提醒大家 小孩子是不可以乱喝酒的哦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 喜欢童话故事的朋友留言评论转发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